Hello大家好,我是摄影师超沃尔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13 Pro Max 作为一名摄影师 我肯定要讲一下他的摄影能力 看能不能玩出花样 首先就是拍照 第一个我们来说一下拍照的一些缺点 其实主要也是计算摄影的一些缺点 在暗光条件下拍摄人物照片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那种对于皮肤的脱抹感 会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 还有就是拍摄风光照片的时候 iPhone也会自动的对照片进行锐化 这一点我们是无法的认为开启和关闭的 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有很多的噪点 而且感觉画质比较拉胯 但是我们在拍摄完成过后 我们在照片当中打开 就会感觉清晰了很多 这应该就是iPhone后期的自动锐化修正 当然这一代的13 Pro系列 均可原生的拍摄 Apple Pro Rogue式的照片 三颗镜头都是支持的 这一点还是让我感觉到比较开心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最近在重庆拍摄了一些照片 感谢观看 照片大家看完了 但是我在弄图片的时候呢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用隔空投送 把照片投送到电脑上的时候 它居然显示的是GPG格式 这就让我感觉到比较老火了 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的用数据线连接电脑 然后打开这个图像捕捉 就可以导出原始照片了 不过我们导出的这个照片 并不会显示Apple Pro RAW格式 而是显示的这个DNG格式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我五一节看日出的DNG照片 导入到LR里面修一修 在正式修读之前呢 我先回答一下大家之前问我的问题 就是我目前使用的是什么显示器 色彩纯确吗 我目前正在使用的就是 明基的这个EW3280U 32寸的4K显示器 就是这一款 32寸的这个4K屏呢 就非常的实在 10B的设身呢也很细腻 剪辑的时候可以延伸 时间轴可视部分 就是可以提升我自己剪辑的时候 整体节奏的把控程度 4K的屏幕呢 分辨率在Mac电脑上 得到了很好的优化 如果你用Mac电脑 搭配2K屏 你就知道 4K的屏幕是有多么的细腻了 还有一点 我比较喜欢用这台显示器的原因 就是它具有这个自动调光 以及护眼的功能 作为一名摄影师 在后期工作的时候 我真的会连续四五个小时 待在屏幕面前 这种带有护眼功能的显示器呢 会一定程度的减轻 对我眼睛的这个伤害 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购买那种 特别高亮的屏幕 用来长时间的剪辑和修图 长时间待在高亮的屏幕面前 真的会比较难受 还有就是 大家也许会觉得 这个显示器的前脸 它不太好看 不过它的底部很宽的部分呢 其实是音响 主要是有两个2瓦的扬声器 加上一个5瓦的低音炮组成 我平时戴着我的这个AirPods 3戴剪辑的时候 戴久了耳朵真的会比较疼 所以这个时候扬声器就拍上了用场 好了 作为正题 我们开始修图 OK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这个L2里面了 这些下面呢 都是我那几天在这个云归山拍摄的图片 OK 我们就拿这张还没有修过的照片举例 首先我就是拉了这个曝光度 找找感觉 然后对比度稍微调整一下 把层次拉开 然后现在呢 觉得这个高光的部分有点亮了 跟它拉回了一点点 也这样就显得柔和一些 然后这个暗部都已经 大家看这个指光图都已经看不到细节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阴影往上面拉一拉 当然不用拉到最大 最大的话就感觉就太平淡了 没有侧风次 所以说我们拉回来一点点 OK 然后白色色阶稍微动一下 对 然后灰色色阶找找感觉 然后就是这个纹理 给它提一点点 清晰度 高一点点 去朦胧 给它弄一下 因为这个照片感觉还是有点灰度 我们跟它增加一点 这种去朦胧 这张照片会清晰些 OK 现在呢整张照片就已经差不多了 不过我个人呢 就喜欢那种 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的照片 所以说我们现在动一动它这个饱和度 对 我就不能太高 太高了就太离谱了 所以我们回来一点 就这样 差不多了 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和原片的效果 这是原片 这是我们调整过后的 总体来看 这个iPhone的这个ProRogue 摄照片 它宽度还比较OK 我们在后期调整一下 也可以出片 反正就感觉比它这个 自己后期瑞化的感觉 要好很多 所以说 我们拍摄的时候 尽量可以拍这种Rogue 的照片 让我回家自己处理一下 找一找感觉 这也是一种乐趣 通过我们后期的轻微调整 就会发现整张照片 确实好看了一些 高光和暗部的细节 也得到了很好的还原 这也许就是Rogue 格式的魅力吧 享受修土的乐趣 大家感觉效果如何呢 我自己感觉是比较OK的 其次就是视频拍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我前段时间拍摄一些素材 OK回归重题 Sample Max 增加了这个Apple ProRes的 这个视频录制规格 还有这个电影模式 还是说句老实话 这个Apple ProRes格式 跟普通的这个HR65格式 画质相比较呢 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拍摄一分钟的视频 大概会占用 几个G的这个内存空间 这一点 对于普通的摄影爱好者 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当然对于专业的摄影师来说 已经千贵不怪了 还有就是电影模式 这个电影模式的边缘景深优化 目前做的还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光圈 调小一些 还是会有明显的这个改善 所以这里我建议大家 在使用这个电影模式的时候 可以稍微的试着调整一下 这个光圈的大小 这样会让景深的过渡更加的自然 看起来也会更加的有质感 不过Sample Max的这个视频拍摄能力 虽然赶不上一些微单 比如说现在我正在用的这个Sony A6400 但是在目前所有的这个手机当中 绝对是排在第一梯队的 使用体验呢相当的优秀 拍拍短视频 还有这个Vlog是完全够用的 这里呢我重点讲一下这个Vlog拍摄 Vlog拍摄看似是一件非常简单轻松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在前期没有策划好拍摄内容的话 后期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比如回看素材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叹 这到底是拍的个啥 简直毫无逻辑 Vlog拍摄策划的问题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主要是想来说一下这个iPhone拍摄Vlog的便利性 真的就很简单 如果你是摄影师 找个图 直接按拍摄按钮就OK了 就是这么简单 画质和收音呢都是比较完美的 特别是收音 我个人认为效果很好 可以直接来用 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户外Vlog的这些测试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收音师的草木棍 欢迎关注回小猪 当然我本人不叫草木棍 OK 大家认为这个收音效果如何呢 经过Vlog的测试 我想大家会发现问题 就是这个iPhone的白平衡 会自动的跳转 这让我感觉是非常的难受 iPhone原生是不可以设置白平衡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自己呢 使用的是飞猪老师家的这个ProTec 就稍微有点贵 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极客摄影开发的这个APP 的FotoGear 这个是纯免费的 这两款APP呢 都是可以手动的去调整白平衡的 会更加的有利于我们在前期的拍摄 这里顺便说一下 很多人为了提升这个视频的拍摄质感 都会选择购买相机 但是购买相机过后呢 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人都已经喜欢了这个手机 傻瓜式的这个拍摄模式 对于相机原始的参数设置 根本就不了解 导致很多人 有了一种就是使用相机拍摄 还没有手机拍摄来得好的这种错觉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更好的这种拍摄质感 还是需要学习一定的这个影视摄影的技术知识 在以后的视频当中呢 我也会不断的和大家分享 作为一名动态摄影师 经过对11 Pro Max半年的使用体验 我也是真心的感觉到了手机摄影的进步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呢 我们手中的手机也可以拍摄出非常完美的影像 但是目前手机真的比不了相机 如果大家最近想要学习摄影 抱着这种换新的iPhone就可以拍摄出更好的影像的想法了 确实是不太靠谱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对摄影感兴趣 同时又有这个预算 可以去尝试购买这个微单 拍拍照片拍拍视频 然后自己后期琢磨一下修修图 剪一剪视频 感受一下视频的魅力所在 OK 这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个赞咯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